我目测江湾河现在的水位距最高水位的时候 大概已经下降了1.5到2米左右 那么从昨晚降雨已经停止了 这个为后期的抢险救灾起到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我们在镇中心也看到 抢险工作人员正在用挖掘机等设备 对道路开展轻于工作 以便镇里的主要交通干道尽早通车 那么目前镇里的电力系统也已经基本恢复了 可以做到与外界联系 而网络系统在逐步的修复当中 据了解下一步江湾镇将加大力度 对部分滑坡的道路以及贪大的桥梁进行抢修 尽快恢复受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